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人說宗教都是道人向善 所以無所謂 不同的宗教都可以 我們可以某程度認同 道人向善都有好處 道人向善有好處 很重要一件事 道人向善的結局是怎樣呢 你會不會關心永恆的住處 你是不是真的有天堂 我自己來說 不同宗教都是想教人做好 例外有些宗教會有聖戰 也會殺人 但其他宗教都會有教人做好 不過問題是他的來源 我會說 如果你上網找佛祖 是不是神呢 你可以找到的 他就會告訴你 佛祖不是神 佛祖也沒有認是神 佛祖是一個老師 是一個啟蒙的老師 他會告訴你 怎樣可以看破寒塵 不被這個世界影響 所以佛祖不是創造天地的神 也不是創造天地的神派過來 他只是一個人 他看不到道理 他看過道理 就是人很多痛苦 他在印度很辛苦 他就發覺打坐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四大皆空 那就沒有痛苦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哲學 或者是一個修行的方式 就是當方一個人是沒有重擔 但是他就受落了這個 印度教的一個信念 印度教的什麼信念呢 就是投胎 他就覺得人是會投胎的 就是前世是什麼人 他做得好就投胎做人 不好就投胎做豬 投胎做其他動物 那麼問題就是 到底佛教是否可信 是不是真的去到天堂了 有些人他不會想的 就是他好像不關心這件事 那我想我首先要幫他想清楚 那你所信的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可信呢 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個神來的呢 那如果他只是一個人 那我又告訴他 有個方法 你可以沒有問題的 那有個人說 我教你跳舞 跳健康舞 就會很開心的 那是不是這個人 教你跳健康舞 沒有煩惱了 那這個人就會 能夠給你永生呢 他也是一個人來的 他只能夠幫你現在 平安輕鬆一些 所以佛祖根本他都幫不到我們 能夠平安 他不能夠幫到我們永恆 他可以幫人 真是四大街空的 可以放手的 可以幫到這件事 但他幫不到人 脫離 就是 脫離沉淪 真是進入永恆 他不能夠進入天堂的 就是這樣 而我自己是真是去研究佛經 我走去那些廟 去借他的聖經 不是聖經講受了 佛經 回來拍攝 看著看 然後上網下載 是有得下載的 那我就發現有些東西是很特別的 你問一下他想不想聽 其實盡量想他 好像有交流 你覺得佛經是否可信 那你自己都可以下載 那我就找了一些 我可以傳給你們的 那裏面說什麼呢 其中一些說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不聽佛祖的說話 他們一百年就矮一尺了 矮到幾矮呢 只剩一尺高 那他們就悔改了 那悔改每一百年又高一尺 高到幾高呢 比全世界最長的南瓶 他不是用南瓶的 他用多少象 很多象 就比全世界最大的動物 就是南瓶 更加高 也都比很多高樓大廈更加高 那問題就是這樣 第一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們沒有見過一些人 越來矮越來越高 還有呢 如果那些骨頭做 譬如在建屋 用骨頭人的骨頭建屋 是肯定不行的 那麽高一定會塌 那些骨頭 承擔不了那麽重的重量 所以那些呢 就好像一些童話故事 那樣 就是一些人去想出來 另外呢 他又講到這個世界有幾個地方 一個地方那些人的面是方形的 一個地方那些人是圓形的 一個地方是三角形的 有些地方是半月形的 那他就說呢 如果你今世做得好 下世呢 你種些樹就會出架屍 和食物 所以你不用做工的了 你種樹就會 你需要什麽都會出來 所有需要的都會出來 不過去找人 全世界都找不到這些地方的 還有呢 他們那個世界的地圖 很有趣的 是以印度為中心的 因為印度後面有很高的山 喜馬拉雅山 那麽他呢 就有一個構圖 就是印度那裏呢 就是藍色天藍色海的 其他就是黃色天黃色海 銀色天銀色海和紅色天紅色海 但是沒有的 就是 事實上是沒有這樣的 四處地方的 那你說 你 是不是將你的永恆 交託在 這一本佛經 其實佛經是很多寫法的 很多 其實 不是佛祖寫的 那些人寫的 就是他那些學生寫的 有其他人 很多其他人寫的 佛經不是 就是一個作者的 是很多不同的來源的 那你是不是就信過 這個佛經 就會救到你呢 你會不會關心 就是當你想一下 真是有人死了 也不是就是完了 因為呢 有些科學家都發現 那些人死了 救回來呢 他們說 我這次見到你 我靈魂出來了 我見到你做什麼 聽到你說什麼 不過我講話 你又聽不到 證明人死了 真的不是消失了 人死了 是真的會看到周圍的 就是有靈魂的 而有很多信耶穌的人 死了就真的去過天堂 看到那些死了的基督徒 並且 他們說回那些事情 可以配搭證明 他真的去了天堂 看到那些死的人 但那些不信的那些 真的有很多人落地獄 那我就上網找了 有幾個去到見到佛祖 去到這個他們的西方 極樂世界呢 我上網找是找不到的 但你找見到耶穌 是很多的 天堂見到耶穌 很多很多 但是見到佛祖 是沒有人說的 那 為什麼他們說去極樂世界 為什麼不是去了極樂世界呢 為什麼是沒有這樣的見證呢 但是基督教是有很多這樣的見證 所以 給他考慮 還有聖經有這麼多預言 我有些影片講到聖經的證據 聖經的預言 聖經的科學性 人可以經歷神 可以趕邪靈 還有人死後 他真的可以去靈魂出來 去天堂或去地獄 這都是可以證實的經歷 聖經的預言 也是可以證實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聖經是可信的 而我們試過奉耶穌榮 趕觀音的邪靈 佛教的邪靈都可以趕到的 那他未必一下子 吞到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怎樣呢 首先 最重要的問題 你是不是很關心 你去不去到天堂 地獄 就是你關不關心 去天堂 地獄 還有你緊不緊張 你這幾十年住在哪裏 譬如你這間屋會流水的 你這間屋的牆會塌的 隨時的天花板會塌到你床上的 你的床可能塔陷落了樓下的 那你如果住在這樣的地方 或者旁邊是火爐 你會不會掛心呢 那如果你會掛心的時候 你會掛心將來的事 那有些人真是不想的 即我是信開這些 我就信這些 我不想他是真還是假的 那 我想就是 某時某刻 用不同的方法 跟他講到 信耶穌多開心 很多人來說 其實他是很掛心 開不開心啊 所以這個一個簡單的回答 他覺得就是做好人 我們都這樣說的 做好人 佛教其實他的觀念是這樣的 你做好 最好最好的修煉那些就投胎 不是投胎 那些就不投胎 就去這個極樂世界 進入極樂世界 那些比較好的就投胎做人 不好就做豬啊 狗啊 蟑螂啊 什麼都可以 那那個問題就是 他可以 如果他個人會想 那你覺得 那這個系統哪個負責的呢 就是哪個人看著你 喂 你是做婚人的 你是做 你不用做人的 你是裂盆的 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你就做蟑螂這樣 這樣有人判斷的 那佛祖又不是神 那是誰來的呢 就是需要有個神 但是他們是沒有說到有個神 他就說到那些佛很大的能力 但是其實那些佛都是人來的 他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他都是一個人來的 他怎樣去 有這個能力 那佛未來 不過他們就說佛已經是很多 很多世頭胎 還有他們說無恥無蹤的 無恥無蹤 無恥無蹤 那我們就可以回答他了 從科學的觀點 證明這個世界又開始的 怎樣證明呢 很簡單的 大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給人解釋的 如果你有一個房間 看到一個燙斗是沒有插著電的 而那個燙斗還是熱 你可以有什麼結論呢 有熱力嗎 那就是說有陽光嗎 燙斗通常都不是陽光可以做到熱的 通常是什麼方法 變 就是之前有什麼發生過 可能有人用過 有人用過 所以它更熱 那如果燙斗放在這裡 永恆 還會不會熱呢 不會熱了 所以凡是熱的東西 到時候它的熱力就分散了 我們現在整個宇宙有很多個星球 太陽是一個例子 太陽的熱力一直散發出來 到一個時候 到永恆 它遲早會沒有了 太陽 遲早會沒有了 所以如果太陽還是熱 證明它是有一個開始的 因為如果它是永恆 現在已經冷了 所以證明是有一個開始的 就不是永遠在那裡自生自滅 佛教就說是自生自滅 我們也有很多其他方法說的 譬如有些見證 這個就是軟性的傳呼音 謝仙哥人 是理性的傳呼音 軟性的感性的 有些見證 有些很多佛教徒 信耶穌 我想大家上網去找 一些人見證 信耶穌的人的見證 我想大家會見到很多的見證 譬如有些出名的 大家想不想到 有些出名的明星 有些很多人認識的 就都有見證 譬如那個什麼 建文 黃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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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例子 他網上也有很多個見證 講他自己的 除了他之外 有些明星 都是信耶穌 這些都是 還有他信耶穌之後改變 譬如黃建文 他是想自殺 他家人又傷害得他很緊要 是很痛苦的 很多個都是很痛苦孤單的 又是神改變了他 那你想不想有這種愛呢 這是一種軟性的 感性一點的 為你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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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bé 成為財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